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陈塞金 今年69岁 我是玫瑰花 我叫陈塞英 今年59岁 我是玉金香 我们是五朵金花 用解法做爱心 这天 五朵金花每人各拖着一个行李箱 跟几个朋友一早就出门去 他们根据地图搭了地铁又搭巴士 行程时间都算好了 但其实他们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原本是一窍不通的 我们就是平时都很少出门 所以对于地铁什么线那些地方 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 这样我们就要去找一张地图看 所以从哪里做到哪里 我们都学会了 过去两年 这五位阿嬷因为不断参加易检活动 经常四处跑 才总算把地铁和巴士路线搞清楚了 好 到两 到两 这一天他们是要到 位于中巴鲁的新加坡残障人士协会 去帮协会会员礼发 五位阿嬷平均每个月 义务帮人检发至少一次 至今为止 他们已经到过全岛大约50个地点易检 每一次地点都不同 有的甚至在很偏僻的地方 我们出去就是为了预见 我们不认识路 我们也要想办法当大目的地 路有多遥远 我们都要到达那边 做完我们的任务 不说不知 阿嬷们是在两年前才学会检发的 但是毕竟他们的检发经验不多 所以有时在一检时会发生小意外 起初的时候 有时会割到手 拿那个掉掉不安年又再剪 没什么的啦 剪一个 只是割上一点点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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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做义工好啊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也算是回馈社会嘛 帮他们剪了 他们很满意 你就有满足感 五朵金花的年龄都不小了 而帮人一剪的时候 要连续占好几个小时 这需要一定的体力精力和专注力 但是呢 他们个个都乐在其中 他们其实原本是互不相识的 是在文理联络所的检发课程上结缘 五位阿嬷当中 其中三位是在文理联络所上了检发课程之后 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决定参加益检活动的 因为是我们的兴趣啦 我们也想学一门技术啦 学会之后我们可以去帮忙那些需要的人 而知音阿嬷和全凤阿嬷则相反 他们是因为怀着当义工的决心 才报名学习检发的 那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做预检才进来学头发的嘛 那老师有推荐我们就 有空的人就去啊 没有空的人就等下一回这样 提起第一次上检发课程 怀着既期待又担心的心情 五位阿嬷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刚刚学的时候因为梦茶茶嘛 去到那边会很紧张啦 师姐师兄喔 他们会在旁边学书啦 就我们就慢慢学慢慢学就变成有板牛啦 在老师眼里 这五位阿嬷不仅上课认真 而且乐于注意 其实我在认识这五朵金花的时候呢 他们的在课室的学习态度呢 我发现到他们非常的积极 而且五朵金花非常的合作 也很可爱 在用心学习下 五位阿嬷的检发手艺逐渐成熟 他们有各自拿手的发型 却也有碰到难题的时候 剃头最容易剪 关头啦 关头不肥喔 最难剪的就是小孩子的头发 但是摇来摇去很难剪到的 虽然学习过程费时又费力 但是他们却也从中收获了无比珍贵的友情 我们第一堂课上晚了就业了 出去外面吃个午餐 讲话就很投机 就是像好像几十年的好朋友这样啦 然后你就跟距你的手脸 你看你的距离要多少 成了好朋友的五朵金花 聚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们还经常相约上其他不同的课程 闲暇时也爱聚在一起分享学习成果 有时候我们上完这个课程 然后有兴趣的话我就来叫他们啦 做了也可以自己带来玩啦 对五朵金花来说 参与异简活动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和满足 更使他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其实我们学了这些课程之后 还有做了一工之后 教到很多朋友 学了很多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很幸运 尽我们的人力 能够做到我们就做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成光第一线 如果你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广页 或者浏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林志英 祝你周末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